第一次的旅行计划 第一次的旅行计划 就这样怕我贪污 我们得加快一点速度了 因为看这个天光感觉已经不早了 晚上会很危险的 快点吧 那我们开始了 嗯 喂 你怎么卡定我杀你的 对不对 拉我一下 对不对 好 好 好 我先接电话 谁打给你啊 谁打给你啊 妈妈 你出来 我进去 你出来 我在里面 我去啊 我去啊 芝芝 妈 你在哪儿呢 我在 我在 你看 你们看着 放在帐户里啊 对啊 我在露营嘛 哎呦 好舒服 你在露营啊 爸爸爸爸 是 爸爸 哪儿呢 喂 咱们在帐篷里 芝芝 你在哪儿露营啊 哦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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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朋友家露营 啊 在家里搭帐篷啊 因为本来 我们今天要去沙滩录营的 但是下雨了 所以我们就在家里录营了 爷爷很好玩 你转一圈让妈妈看看 我和你爸爸还想抽空去录营呢 啊 转一圈 转一圈吗 我翻转了 我翻 我翻转了 你看到了吧 看 你们看 我外面就是 外面就是在下雨 看到了吗 在下雨 这就是帐篷 这就是大家的帐篷 这里呢 就是餐厅啊 看到了吗 那个 厨房 这个是厨房 这一片 方便在那边 就是这样啦 不要 不 怎么了 没事 我 那个 我不小心被装备办了一下 你小心点啊 你确定是装备吗 还是提到哪条狗了 哥 我没有跟你聊天 你不要说话 你这什么好意思 芝芝 你在房间里面录营 让爸爸想起我小时候喜欢在客厅里面搭个帐篷 有安全感 好玩吗 好玩的 如果你们想玩的话 如果你们想玩的话 可以在 花园里面搭帐篷玩 芝芝啊 明年暑假啊 如果你还想实习的话 你就回南无吧 你妈 她沉浸在想着你念叨着你呢 连觉都睡不好 嗯 你回来吧 芝芝啊 你毕业了就回来好不好 你离妈妈近一点 毕业的时候 再想吧 还早呢 那 你们去做你们的事情吧 我们赶紧 搭帐篷 行行 赶紧去玩吧 玩的开心一点啊